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只有三十多名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都在朝廷上实行群相制 但武则天和唐玄宗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武则天的群相制是同时群相 即有一批宰相在同一个时期内存在 武则天在位期间 同一年的宰相起码的有将近十个 以至于后来连屋子都坐不下 唐玄宗的群相制 则是独相不久任 即同一时期只有中书令 本下是中两名宰相 但担任宰相的时间往往都不是很长 唐玄宗时期 任相时间最长的是李林府十六年 而冥相耀崇 宋景的任相时间加起来不到十五年 另外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大部分都是李唐的支持者 自然也就成为酷吏告密政策的首要打击对象 连敌人杰都进过力进门 更不要说其他宰相了 因此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可是高危行业 不宰相都没得善主 综合来讲 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在同一时期数量中毒 而且更换频率较大 基本上不到一年就得换好机位 所以武则天在为十五年 宰相数量才会多达七十余名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